依次个股推介是阿里巴巴9988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减选原因 是踏入蓝筹业绩期 重磅新经济股阿里巴巴 腾讯京东将会在今个礼拜 和下个星期陆续公布业绩 会成为市场焦点 就位于需求端回暖推动 线上消费稳健复苏 有助阿里中国零售商业营收增长 彭彭博综合预计 阿里巴巴上季营收大约2237亿人民币 外年增长8.9% 经调整盈利大约384亿人民币 外年增长2.7% 年初至今阿里累积升约9.1% 跑赢腾讯和京东 而且蚂蚁集团处罚公布 招除不明朗 以及憧憬业务分拆等因素支持 如果业绩对版的话 别预料阿里可以跑赢 阿里巴巴昨日股价收94.1 近月走势呈现一浪高于一浪 建议进取者可以92.7级 上网3月份高位102元 中期上网高盛目标价130元 别穿87元减次 稳健者可以等待业绩公布后再作部署 加奏 超级 减